中国手机国际市场占有率超越苹果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试试报 纽约时报1月5号的报道说 虽然中国的华为和小米等牌子的智能手机 在美国不那么有名 但是在世界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了很有竞争力的品牌 本星期 苹果表示其品牌手机 在中国销售情况令人失望 观察家表示 中国品牌的激烈竞争是主要原因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手机市场在中国达到饱和状态 总体销售额在收缩 但中国的手机制造商正在努力的赢得 法国 德国 印度和东南亚的粉丝 那些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发现 中国制造的手机具备iPhone几乎所有的功能 但价格却比苹果手机廉价的多 报道称在中国 苹果手机在中国的起价大约为950美元 但华为的高档手机起价大约600美元 小米的同档次的手机价格更低 苹果的iPhone XS起价为1250美元 另外一方面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库德洛1月5号表示 苹果公司的技术可能被中国窃取了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实时报 来一方请你来说 避免是什么 不如来说 只要你的手机 并不知的 虚似乎使手机